探開美國各大名校入取率 亞裔和主流人士近年來大幅下降 反倒是學習成績較差的 拉丁語系和非洲裔學生入取率大增 到底是數字問題 還是背後的學校政策存在潛規則 就看洛杉磯知名教授廖茂俊 說出親身體驗 而深入分析足以篩檢的平權政策 到底公平不公平 是政治家口中的伸張社會正義 還是政客心中的要求選票第一 犧牲大眾利益也沒關係 洛杉磯知名教授廖茂俊 更要分析他常年任教的所見所聞 政客的決定 往往是一個誤國的決定 事實上他便沒有幫助到這些人 那你反而把加州的教育的素質 把它給拉下來了 那你沒有經過考試 你怎麼知道這些人合不合格 你混一混你就過去了 那你將來練大學 是不是也用混的方式 帶領全美華人家長 看懂美國名校 錄取新生的遊戲規則 明目張膽 張秀傑開講 本週末東森頻道熱播 東森每週電視 臉書官網 同步播出 歡迎觀眾鎖定 東新聞衛寬用志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 東ens納 東森 東維